彰化縣一名五歲女童 疑似遭到儀仗虐待導致休克 在22日清晨送往彰化基督教醫院搶救 女童到院時昏迷指數只有3 頭蓋骨破裂全身上下都是傷 涉嫌對女童施暴的遺葬遭到警方逮捕 交由彰化地檢署漏夜偵辦 一殺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請羈押 儘管大批網友紛紛為女童祈福 女童經過醫院搶救後 狀況仍然不樂觀 在23日下午因為心肺功能衰竭 宣告不治 涉嫌下毒手的遺葬也經法院裁定 羈押禁見 賦美參加世界一隊錦標賽 勇奪第四名的28歲海軍一隊上兵蘇麒麟 為國爭光還獲總統接見 雖然才剛比賽沒多久 蘇麒麟已經在準備明年的比賽 日前還在尋求官長陳之翰的協助 希望能請他幫忙訓練體能 館長也在臉書上回應 你來練我企業贊助你 沒想到才沒幾天 兩人已經安排見面 蘇麒麟在臉書上PO文 並且放上他與館長的合照 表示已經與館長相談訓練菜單 館長也告訴他不會把他當成會員訓練 而是將他當成教練來培訓 希望他未來能夠專業的自主訓練 蘇麒麟也表示 地獄般的訓練即將到來 他已經準備好接受挑戰 綠營要派誰出來迎戰台北市長選情 民進黨選對會今天邀請 有意參選的前副總統呂秀蓮 以及立委姚文智到黨中央協調 最後決定在本週六舉辦證件發表會 週六有一個證件的發表會或對談 對於整個台北市長的討論 真的對市政的願景藍圖很多做法 所以全隊會也同意 我們希望這個禮拜六 能夠有機會給我們兩位 把意見好好的表達 然後讓大家來做決定 呂秀蓮也牽起姚文智的手 表示希望能跟他來一場最民主的競爭 美國總統川普在當地時間22日 在白宮接待來訪的南韓總統文在寅 在會中針對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 川經會做討論 川普向媒體表示 他跟金正恩的川經會有很大的機率 不會在6月12日如期舉行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川普認為 金正恩與習近平二度會面後 態度開始有了變化 金正恩更揚焉取消川經會 川普甚至說 習近平是世界級的撲克高手 暗示中國在背後搞鬼 川普也不忘了向金正恩喊話 北韓有機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看看南韓現在有多好 不要忘記是我們幫的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 在高雄湖內區一出廢墟 有著百年鳳凰墓 被當地人稱為乾仔蜜蕙蛇 老舊的土牆上 映襯著綻放火紅的花朵 成為最近熱門的拍照打卡景點 每逢假日總是湧入大批人潮 這裡日治時期 原本是番茄罐頭工廠 二次大戰後 曾一度轉型為鳳梨工廠 但工廠結束運運後 就一直飛騎至今 目前正逢鳳凰花盛開季節 高雄市的愛河畔 壽山的登山步道 與中華路等多處 都有許多株盛開的鳳凰墓 也成為近期熱門的觀光與拍攝景點 稍等於作案 勞重新進展開季節 既然存在對立地設備 在此為一位 地下均zw施 通訪 居